大家好,又是我Betterly溫哥華房地產經紀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個全新的Mosae 它出名為Townhouse,做得非常好 它亦有十呎樓底 它的選擇分別有兩房加釘和三房的Townhouse 我們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現在我們出隊就是這個露台的位置 就是黑廳出來的露台 你看到它的空間感都相當不錯 你看到它現在已經在擺四張椅子 還有一個Coffee Table 我們現在上去上面這一層 它是一個十呎樓底的一個 Living Room Diving Room 和Kitchen的中層位置 我現在進去的就是車場位置 它現在當作是一個Studio 因為今天有很多人做一些網上的生意 或者是Online Business 它在這裡擺設就是有些普通人 可以擺放一些Bandruff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side by side的雙屋 你可以拍到兩層車 因為它自己做一個場子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因為它現在你看到 剛才我提到的洗手間 它有一個池顏色 做一個feature 即是有一個標誌 即是有一個標誌 有一個signature 讓它可以定義到沒有房間 或者是沒有一個地方 或是沒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然後進去這個foyard 它這裡有一個closet 可以擺衣服 至於這邊就是房間 那裡有一個庫巴的洗手間 現在我們來到這間示範單位 它是一個g pen 它有三間房間 它的面積是1255呎 那它的三間房間的特色 就是主層這間房間 還有一個full bathroom 上面最上一層有兩間房間 中層就是一個廚房和客廳 我們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好了 我們進來這層 進去這個foyard 它這裡有一個closet 可以擺衣服 至於這邊就是房間 那裡有一個food barber的洗手間 後面就直接進去一個 一個side by side的double garage 我們現在進去這間房間 看看吧 好了 我們現在進去這間房間 它的裝飾就是做了一個書房 因為它這裡加了一個櫃 如果不要這個櫃 就會比較寬 那這裡它那張桌子 就自己加上去 就給你看一個樣板 其實如果不要這個櫃 和這裡 其實這裡足夠可以擺放一張床 對 它這裡是有一個closet的位置 其實這裡擺放一張床 這裡也可以擺放一張書桌 對 這個屬於是 雙袋 加一個書桌 擺設 這裡有一個廚櫃 對 電視也可以掛在這裡 對 好的 那我們現在再看看洗手間是怎樣 好 那我們現在進去這間洗手間 大家會看到它有一個洗手間 它有一個石櫻桌面 有一塊鏡 這裡有一個馬桶 這邊有一個stand-up shower 給你洗澡 這一層可以自己在廁所裡用 這裡有睡房睡 那方便一些老人家不想走樓梯 就可以住在這個單位 至於 旁邊就是一個停車位 那我們過去看看 這個就是停車場的位置 它現在當作是一個studio 這樣去做 因為現在今時今日 很多人就是做一些網上的生意 或者是 online business 這裡擺設就是 你自己可以有些產品 在拍照 所以它擺設所有床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side by side的double garage 你可以拍到兩輛車 在這裡 拍完的車 就可以由這道門 好像剛才我進來那裡 直接回到屋裡 對 那個空間 各樣東西都比較舒適 和方便 如果你想用來做泊車也可以 或者泊一輛車 然後做工作室也可以 OK 那我們現在看看上面那幾層的一些 功能 好了 那我們現在上去上面這一層 它是一個十尺的樓底 的一個 living room diving room 和kitchen的中層位置 我介紹一下一個分野 這邊就是一個living room 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它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barker 在外面的 另外 這裡就是一個living room 這裡可以放電視 這裡就是dining room 還有那邊是kitchen的 我首先介紹一下 那個living room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living room 在那邊其實我們可以掛一部大電視 對 我想75吋也可以 這裡有coffee table 加上一個梳化 這裏其實在做一個四人的梳化 因為這個夠寬 其實這個擺設是ok的 因為那個fold可以直過你陽台這個部分 但是我自己有另外一個想法 你可以擺一個l型的梳化 可以有一個浪腳的 這裡 然後來這裡 那好處就是 因為其實都夠空間 這裡還有一個很長的距離 來開電視 那你還可以是 可以多個選擇就是 做了一個l型 就partition了這個tank 令到它有一個間隔感 那至於是這個coffee table 挺有特色的 大家一見都是玻璃和木 那它這個是像梳化 形式的一個coffee table 那你這個coffee table 有些人是直接 我不放coffee 直接當作坐的 那多了一個空間 可以大家做休息 或者看電視的gallering 也可以當作一個梳化 或者平時不看電視的 那就多了一個serve 梳化 那至於是好像這個位置 它可以擺到一張 是一個特色的arm chair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或者一個massage chair 都可以的 我覺得 那這個不錯的 這個full clip 那我們現在再看看 那個dining room 好嗎 我們來到這個dining room 的位置 大家看到它放了一個 圓形的四人餐桌 那我覺得放一個方形的玻璃桌 都可以的 但是你要配合 譬如好像木式的一個傢俬 和木式的傢俬 那它可以 如果你配合 整套就比較貴一些 但是玻璃就會更加加強你的空間感 那如果玻璃其實夠闊的 可以放二二 跟著前後兩張桌 都可以放到一個六人的餐桌 那至於它現在加了一塊鏡 在這裡大家看到 那就可以加強了整個空間感 整個客人的飯廳的空間感 那這個燈呢 都挺有趣的 有一些花花 你喜歡的就認識了 那隨你喜歡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接收 那另外呢 就這裡是一個kitchen 那我們過來這個kitchen 看看吧 那剛剛我剛才介紹完的dining room 那我現在來到kitchen了 那它有一個白色的 一個color scheme的選擇 那挺好的 那配現在 新興這隻是雅金色的 一個手柄 都是一個潮流來的 它是打金色的一個forset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時今日挺興的 那它是一個coiler的四銷盤 那它的銷盤是用一個 陶瓷的一個 一個porsaline的一個物料 那這裡呢 它其實就是這個ditch washer 那它牌子是Bomber這個牌子 那我們過來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L型 都是一個石櫻的桌面 那這裡是Bed Flash 又配合顏色 那這裡呢 轉身過來呢 就是它有一個 是Welpool的牌子 的一個range 上面是一個焗爐 下面是一個焗爐 上面是一個焗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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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一體化 那上面還有一個微波爐 有一個抽油煙機 那這個牌子呢 也是Welpool的牌子 那我們過來這邊呢 那它有一個 三個門的雪櫃 那它是Fisher & Pego這個牌子 對 這些收納空間也不錯 因為是10呎樓底 那我們現在再上一上 上面那層 看看那兩個房間 好了 那我上到來這一層呢 那它就是一個 8呎樓底的空間 那後面就是主人房 有一個套間的 那這裡有一個共用的洗手間 那這裡呢 大家都看到了 是有一套的launchie 是一個launchie room 那後面有一個房間 那我現在進去 這個洗手間 介紹一下吧 對了 進去洗手間之前 都說一說 那這裡是一個launchie room 那這裡是一間房間 那它是一個stack up的 一個洗手間 那它的牌子 是whirlpool這個牌子 的 下面是乾衣 下面是洗衣 上面是乾衣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進去 那個bathroom看看吧 我們現在進去這個洗手間 那它就有了這個 你收屋的時候 它是白色的牌子 給你一個選擇 它好像做了一個highlight 那樣 大家看到有淡藍色 有洗手間 其他牌子是白色的 OK 那這個bathroom 其實它有洗手盆 有一個座廁 那另外呢 它是做一個浴缸 在這裡 那這個是一個 那些tile 就一直鋪到上面 那如果你想 譬如是選擇 有一個浴缸 洗澡的話 浸浴 那這個浴缸 就可以讓你做浴缸 浴缸 那我們現在看看另一個房間 好了 那我們進來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其實它現在放一個 是 queen bag 左右三邊 下床都可以的 那這裏 可以放一部電視 可以 那這裏 其實就是還有一個 很闊的空間 其實它這個 是自己加上去的 那做一個 好像是坐在那裡 那當作是一個 好像背 window 背 window 有時候都是有這樣的功能 如果你不要背 window 即是不要這個 就可以用這個空間 就放了一張書桌 那書桌 可以利用一點 這個位置 就放在那裡 就當作一個書桌 那這裏可以 走過一點 那就可以有一個 長範圍的書桌 這裏有了電插 所以很方便 那至於這部場 你也可以掛一個 75吋 或者65吋 的電視 那這邊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closet 在那裏 掛衣服 做完整個shelving 在那裏 那方便 你有了櫃桶 你掛長衣 短衣 襲衣 都可以做到 那這裏有一個大窗 那採光就很好 那些光線可以直接 進入到這間房間 那住得都幾舒適 那我們看看主人房 那我們進來這個主人房 那主人房 其實現在你看見 這張床 它已經是一個 KING SIZE的床 放在那裏 那這裏有一個closet 可以有兩道門 擺三道門 你看到它都可以 放到一張椅子 這裏其實空間都很好 那電視 你可以在這裏選擇 做一個拉掛形式的電視 那因為這裏有一個closet 那你看電視 看過去 就用一個拉掛形式 就會好一點 那三邊落床 大家都看到沒有問題 這裏其實是一個大窗 那風景採光都很好 那對著另外 它對面這裏 會建造另外一些townhouse 雖然它建造townhouse 但是不高的 那你都會看到 那天空就已經是permanent 那我們說完這裏 不如我們看看那個en suite 它有一個主人房間 有自己的套間 OK 那我現在進去 它這個master bedroom 的en suite 那它這裏是有一個stand up shower 在這裏 那它的stand up shower 在這裏可以進去 開了路門進去 那它那個空間都可以的 那這張椅子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你可以到時洗澡的時候 就放回這裏 那就可以是 有時候可以坐來做其他身體清潔護理 都可以的 那我們出回來這裏 那你見到都是一個 聲管 馬桶 有一個大鏡在這裏 那這裏它自己做的場子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因為它現在你看到 剛才我看完洗頭間 它用了一個淺藍色 做一個feature 即是有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 是一個signature 這樣 令到可以定義到 每一個房間 或者每一個地方 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OK 那 那也是一個 可以考慮一下 你將你那間 你那間屋 會不會做一個特色的場 去描述你的房間 或者是你的洗手間 是的 好了 現在我們出對 就是這個露台的位置 就是客廳 這裏出來的露台 你見到它的空間感 都相當不錯的 你見到它現在已經在擺 四張椅子 以及有個咖啡桌 其實這個位置 就可以擺一些花 那個位置 其實可以擺一個 BBQ爐爐 這裏就有很多空間 大家可以聊天 喝飽酒 以及去做BBQ聚會 都可以的 我想 六個人都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它可以在這個露台上 享受它的假日 或者是聚會 是的 我介紹一下 現在這個顏色 scheme 它分別有兩個顏色 scheme 一個叫做 Oyster Grey 一個叫做 Rich Navy 它其實主要的分別 就是在 Carponet的櫃門上面 這個Rich Navy 它是用Navy Blue Carponet的櫃門 以及Black Fresh Counter方面 有這個顏色 另外它這裏 就是那個Carponet door 至於Black Fresh 和Counter 其實都是一樣 顏色 主要是那個Carponet door 的分別 它們大家都在用 同一個 On-Suite的Wall Tile 以及一個Fall Tile 都是這隻 地板 都是這隻 淺木色的地板 Bath Home Floor 這些 地毯 上面那些都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 一個適量的 一個Color Scheme 在Kitchen 主要就是 在Kitchen 大家會看到 對比分別 在這裏 OK 至於這個 屋苑的價錢 和 Deposit Structure 方面 Deposit Structure 就是 第1個 Deposit 5% 合約的時候 第2個 Deposit 就是 2個月 Accept 合約之後 再給5% 第3個 Deposit 就是 Accept 之後的 9個月 就是5% 的 或者是 BP Finance Amendment 10天之後 這個 價錢方面 分別 有 三房 和三房 加釘 三房 是1,193 至1,344 呎 那 價錢 是 809,900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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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三房 加釘 是1,517 至1,537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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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dem 派出 那 就 看看 是 20 年 和 寄 有 Golf Cup 有 IMCA 有 Restaurant 有 Shopping 还有银行 看完这条短片就会对周边的配套有更深入的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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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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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有什麼新片,你們就會自動收到通知的啦 多謝各位,拜拜